好来关心国联五路某酒吧发生一起兄弟取刀砍人案 那么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指出在国联五路某个酒吧有大驾发生 那么警方获报之后是立即赶到现场 并在国联五路以及国联三路口发现犯案后逃逸的判刑嫌犯 黑衣男手持力气怒气冲冲走向最里面这桌 坐在沙发上的外套男立刻站起来跟黑衣男扭打在一块 双方谁也不让谁 男子的外套也被扯掉其他人急忙劝架 好不容易拉开两人但他们还是继续互相呛吓 下一秒黑衣男竟然趁机挣脱再度展开攻击 直到对方摔倒在地他才趁乱逃离现场 警方火速逮人嫌犯的情绪相当激动不停咆哮大吼 只不过不管喊得再大声依旧遭远警压制带回 目前初步研判应该是有金钱上的纠奔 原来两人是兄弟黑衣男是21岁的潘姓男子 遭攻击的是25岁的哥哥 弟弟刚结束隔离却为了钱和哥哥吵架 直到哥哥30号晚上会去酒吧 他就持力气前往 冲突中哥哥的警动脉遭力气化伤 到院前就身亡 弟弟也在混战中受伤 那全案我们会依杀人罪移送花莲地检处身伤 为了钱弟弟进首任哥哥 不仅背上杀人的罪名 更让20多年的兄弟情依化为乌有 记者徐丽勤王玉军花莲采访报道